大家好 我是小白 嗯... 今天我們又來玩手機遊戲 這次玩的是天啟紀元 是一隻MMORPG 其實小白比較少玩MMORPG 因為我只在電腦玩過MMORPG 對我來說我就覺得很麻煩 要自己走去某個地點去完成任務 又要很多東西要做 即是特裝那些很煩 所以其實小白本身就不太喜歡玩MMORPG 不過這遊戲最好的地方是 它有得自動導航 兼且可以瘋狂掛機 對於我這些懶又想玩的人實在太方便了 好啦 我們一起來看看這遊戲玩些什麼 其實一開始 就會不斷地給你主線 其實我覺得它主線做得有點不好 就是它主線只有自動和SKIP 它沒有手動去按這對話 就是因為經常看不及 然後它已經過了劇情 又或者有時候我玩一下有其他東西想做 例如喝水或者去廁所 然後就過了劇情 我覺得這一點可以再改善一下 它的劇情大概就是主角和帝國棍對抗 都是一些比較科幻 算不算科幻呢 它有點魔法那些 我覺得這個故事也挺吸引的 一開始其實跟著主線走 已經升很多很多 它都不斷地送東西 所以其實前期基本上沒有什麼壓力 是很輕鬆就可以過 接著去到大概110左右 就比較多玩了 這個遊戲有磊線掛機 它每天都會做任務 送一些磊線掛機卡給你 一張可以掛5個小時 接著每天任務 就很多遊戲都需要做這些東西 幫我們看看有什麼必需要玩的單人副本 就是這幾個 我玩一次經驗副本 然後再拍個藥水 它會送藥水的 經驗藥水 接著就會瘋狂瘋狂升 但一定要配藥水玩才可以 接著它會有很多限時活動 你看到超級無敵多 值得一提的就是這個 生存演習 星期二、四、六的八點半開始可以玩 馬叔 馬叔在這裡 對了 它就類似吃雞的玩 就是大屠殺模 它每場有20個人 只要你不是最後的6個人 都有機會抽到這個永久時裝 說起時裝 我們一齊看看有什麼時裝 那我們就先看看剛剛的質痕 我不是說有一個閃電嗎? 其實閃電已經不是最型的了 有什麼呢? 螢火蟲 烈焰 黑色四神 我想說我超想要黑色四神 超型的 七彩泡沫 午夜未拍 神稀精靈 瓶如智哥是最誇張的 接著到翼 剛剛那個就是最基本的 好像是人人都會送 接著這個是一色 墨色 我對機械反而覺得沒什麼興趣 雖然是很帥 我想說光衡這個 我也覺得很漂亮 夜殺 明明叫夜殺 但是它是金黃色的 應該要黑色的 大天使 大天使有六對 六隻翼 不是六對翼 墮天使 哇 墮天使是我最想要的那隊 因為它有黑白色 然後還有六隻翼 就是大天使的墮天使 這隊真是很想要 但是我不知道它怎麼拿 這個果產獨力又是很搞笑 哇 像是Eva 亦還有典蟲 雪花這個也很漂亮 我想說 它們有很多冬天活動的東西 一看就知道是冬天才會出 冬天的全部都很漂亮很可愛 光碟 我覺得很奇怪 這個就很明顯是萬聖節 其實應該也挺有型的 但是它是一隻蝙蝠來的 哇 好噁心喔 哈哈 武師 武師真的超膠 你想想 你走著 然後背部有隻武師 炮掌兩條 超噁心的 然後就是 神兵 神兵就是我們的武器 我覺得武器呢 紫黑色這一把根源之刃 還有這個核心之刃都很漂亮 切角者都很帥 啊 這把紫色妖姬呢 不知道為什麼呢 我會想起鬼滅蝴蝶忍那把刀 你們覺得像不像嗎 然後就說我們主角的衣服 主角的衣服呢 我覺得 嗯 大部分都 一半了 這一套 這一套多漂亮 赤鴉多漂亮 然後 都是這樣 我們快速這樣看 然後看典藏 典藏 我最喜歡的 待會看到你們就知道為什麼我這麼喜歡 這一套沙灘派對 再加上剛剛那個疾走鯨魚 那個疾走 就會看到很多鯨魚在飛來飛去 還有很多鴨仔在飛來飛去 到時都是全場冠軍焦點 其實我也很想試一下 不過這個很明顯是夏天的活動 應該沒有那麼快 我猜7月8月可能就會出 青春校園 挺漂亮的 挺青春的 就是不是很校園 因為校園其實正常 看到你這樣穿 應該是不讓你上學的 嗯 地下拳王這套也挺帥的 紅黑色其實真的很漂亮 然後 萬聖節 我覺得萬聖節這套不行 這套 浪費了萬聖節這個主題 我覺得 可以再做得更漂亮 然後機械師 特效漂亮 衣服就一般 特種部隊沒什麼特效 衣服都不錯 是性感的 他的腰部位 嗯 這套就是我最喜歡的了 雪寶寶 我都說冬天的任何東西都很棒的啦 這套衣服真的是我最想要的 沒有之一 我超想要這套 不過有時間等了 冬天活動 就是要12月才出 我猜 真的超好笑的 臉超棒的 然後睡衣派對 挺有趣的 那些草泥馬 哎呀 在那數草泥馬 然後 東方明珠 這套其實我覺得挺漂亮的 我個人覺得 穿著旗袍的女角是挺好的 然後這套 女服裝呢 不知為什麼 我覺得有一種人妖扮女服的feel 不知你們覺不覺 可能因為他站得很開 然後這套 我完全不行 這套裙的設計 I don't get it 然後下一樣 我們就說我們的 坐騎和寵物 那我們先看看坐騎 其實坐騎 有很多level 這些其實都不太用力 你可以用這些形狀 如果你升上去之後 你看到那個化形的 那裡 化形就是你的Skin 其實你去到什麼階段都好 你都可以用你的Skin 或者你用那個階段的形態 譬如我現在是這樣的 我可以用這麼大的東西 但我覺得不漂亮 所以我用了我現在擁有的 裡面最漂亮的那一隻 那我們快速地看看Skin 那些比較科技的 我就一般 但可能你們男生會喜歡 這個應該是普通Skin裡面最帥的那個 這個是送的 這兩個都是送的 白肥肥和肥肥 白肥肥就是你 累三十年前開始玩 然後玩到五level就有 那其實五level很快 可能你玩幾分鐘已經有 那我現在有白肥肥和肥肥 再加上有個陳肥肥 咦? 然後我們看看典藏 典藏 我覺得優比特之二是挺漂亮的 然後就是我最喜歡的龍貓 又是冬天Skin 一定又是 全部都是冬天Skin最漂亮 好可愛啊 真的很想要這隻 驅逐者 我這個是夏天的 這個也挺漂亮 這個也挺漂亮 嘩這條龍 超大條 其實它應該是最浮誇吧 到底哪個浮誇一點呢 然後我們看看寵物 寵物呢 我都沒有認真看過 因為寵物不是很顯眼 所以我都沒有特別留意 哈哈 搞笑啊這隻 有隻在生氣的蟹夾著它 為什麼它可以在空中噴泡泡呢 都說冬天的東西最有趣的啦 哎呀好棒啊 冬天系列的所有東西都很棒 咦這個也有趣 倉鼠老闆 順事都OK 然後就看我們公會系統 公會系統都送的東西都很厲害 然後公會寶箱又是超多獎 真的超級無敵多 根本我什麼都沒有做過 進完公會之後就超多獎 公會倉庫有超多東西 是不是可以拿的 哎呀要用分拿的 即是你用不著的裝備呢 不用拿去盒或者賣 可以拿來捐 然後可以換裝 喂其實這個系統不錯 先捐藍的東西進去 啊它沒得一鍵按啊 好可惜啊 接著這個公會的洞 我今早就已經打了 我可以放一些我打的時候的畫面 打個分幾小時左右 接著 打了他不知多少%血 都是那些要全部人一起打死他 才能拿到獎 那些我猜是 哦它有不同level的 即是有些人已經秒了 一王二王 現在我們打三王 接著其他公會成員一起打完 就會拿到更加豐富的獎 然後逐個逐個上 欸那其實不錯啊 不會說什麼打不贏 然後沒有獎 這個系統做得不錯 接著我們最後來講一講 這個交友廣場 它是可以上載頭像的 可以上載真人照片 接著之後 這裡有了投票 然後好像交友app一樣 可以swap了swap油 我今天呢 on game的時候 看到這個位置 我現在在點那個位置 有個心心寫著喜歡 那我在想什麼來的呢 然後按進去 有三個人說喜歡 但明明我的icon是這個 那我就沒有理到的 那如果理了的話 就可能可以加朋友 那你可以認識一個朋友 那這樣 我相信有很多人玩MMORPG 都是會認識朋友的 哈哈 這個功能比較適合你們 那我就明白有主了 不是那麼適合的 那好啦 今天試玩這隻天啟紀元 就來到這裡先啦 那其實說真的 這個遊戲呢 超越了我的期待 在我印象中 MMORPG 是沒有那麼好玩的 大家如果喜歡玩MMORPG的話 我覺得都不錯 值得一試 而且它的題材都OK啦 然後看它劇情的時候 我覺得畫風都不錯 那好啦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LIKE SHARE 跟著訂閱我啦 跟著 如果你們想支持我的話 可以成為我的會員 有些什麼就在下面留言 跟我說啦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那麼多位小笨蛋 我們可以傳完 找到下條影片的 還可以拍攝 收藏 好 你們 們 我們 你們 可以